arigado gozaimasu arigado gozaimasu 再來是arigado gozaimasu 點起來就是arigado gozaimasu 這個是比較有禮貌的 那一般朋友直接就直接就說arigado gozaimasu 好 那英文的你們大概都知道 大家好 Hello everyone 那你好嗎 How do you do 或是How do you do 那如果像我 的話碰到我跟好的朋友 我會直接問他 What's up What's up 那就是碰到很好的朋友才會這樣說 碰到長輩都會這樣說 就是你好嗎 這個意思 好 那個 那個 韓國人 我上次有教過 我還記得 好 那個韓國人在講的時候他們都會這樣舉個功 那個韓國人在講的時候他們都會這樣舉個功 那那個 泰國話 泰國話 Sawadik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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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好 好 還有一個是法文 法文的名字是 Bonjour Bonjour parfait OK E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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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,你覺得太害了喔 那那個 那接下來請那個楊玲老師介紹一下阿妹的大家好 你好嗎? 好,來,Mr.那個大家好是 來呀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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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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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來 謝謝你老師 謝謝賴老師 謝謝賴 賴 這一週是世界母語週 那今天呢是世界母語日喔 在全世界呢 因為像我們是原住民吧 就是原本就住在這塊土地上的 那可是呢 因為跟外面的族,一些族群啊,大家一起接受,一起尊重之後呢,慢慢的細節文化可能會有點消失掉 所以全世界在2月21號就規定了,2月21號是世界母語字 全世界呢,就是希望大家都用自己的母語在講話 所以你記得讓你的朋友記得用母語教他 然後這一週是世界母語週,所以陸陸續續會有一些活動 比如說米露跟阿脈老師他們會有介紹到一個畫展 然後禮拜四的時候,那個母語字也會舉辦一些活動 好棒喔 好棒喔 不好意思